点滴记录中国法制进程 今日说法 而这个看似彬彬有礼的中年男子 又多次出现在火车站的售票窗口 他是要干什么 冲流不息的人潮中 是什么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最后的谜底 今日说法即将为您播出 各位好 这里是今日说法 今天我们演播室请到的嘉宾 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的王大伟教授 欢迎王教授 你好 节目开始之前 我们先来看一段监控录像 考考您和各位观众的眼力 看看能不能从这段录像当中 发现什么问题 来您想看 这个是发生在火车站售票大厅的一幕 那么当时 受票员小丁在办理业务 下午13点19分 有两个头顶微秃的男子 来到了他的窗口前 在今天5点46的上阳 一等说519 第一个男子办理完前面的业务 跟一位女士离开了窗口 而第二个人又走到柜台边上 一百点点钱 三千五点 三千五点 原来这名男子为了携带方便 寻求小丁帮忙 要把手里的70张50元面值的现金 换成百元整钞 小丁清点完后 谨慎起见 又递给前排另外一名同事 再次清点一遍 两个人核查无误之后 换成了35张百元整钞 递到这名男子手里 一切都回到了起点 小丁又把那70张50元钱 回递给这名头顶微秃的男子 这名男子说了声谢谢 就把钱拿走了 好 各位看清楚了吗 如果没有看清楚没关系 一会儿我们还会揭开谜底 这里面是肯定有问题的 而且还要告诉您一点的是 这起案件是济南体楼公安破获的 最近一段铁路公安真是很忙 这是济南火车站 我们国家的铁路运输 一直是一种运力紧张 供不应求的状态 所以打击票务违法犯罪活动 一直是铁路公安工作的种种之重 2015年12月初 济南铁路公安局下属的 辽城车站派出所意外发现 近一段时间 车站办理的挂师补业务一场 在2015年开始 挂师补32次 有记录以来就挂师补32次 特别你看还有这个 15年10月2号3号14号 这是9月 9月15号 9月17号 9月18号 9月19号 你是不是是连续 是吧 挂师补是2012年5月 我国铁路部门开始实行的 一项会民政策 它的具体运作过程是这样的 这个车票呢 就是一张挂师补的车票 也带着挂师补的字样 也就是说旅客丢失车票以后呢 会到每个车站专用的 一个挂师补窗口 来办理挂师补 那么咱说会员 就会根据他的一些 相关的申请信息 重新印制一张 和他原来的车票日期 车次 还有席位号 完全一致的车票 出来这个车票以后 这个旅客拿着这个车票上车以后 需要经过律师长 核实这个吸引机席位有效 那么并且开具 像这样一个 客人记录给旅客 就旅客拿着这个客人记录 还有后挂师的这个车票 到到站以后 直接把这张车票推掉就可以了 其实还是就是一个人坐车 并且花了一份的钱 这是咱正常的挂师补的一个流程 那个他来挂师补的时候 是需要提供原件 真正原件 说白了 挂师补就是让乘客 在丢失车票之后 既能完成自己的旅行 又不至于多付出自己的钱财 是一项返回现金的政策 但是如果出现同一人 在短时间内 频繁办理挂师补业务 就有可能是一种 故意的违法犯罪行为 旅客出行 他不会每一次都会把车票丢失 他是偶尔丢失 但是他多次丢失 反复的丢失 那么这个情况就不正常了 辽城铁路警方注意到 有个不正常办理挂师补的人 姓董 此人是辽城当地人 住的地点距离火车站并不远 一上午的查问之后 董某交代了所做的事情 原来他在当地一家制造重型车辆的公司上班 平时的工作就是跟同事们 负责把刚出厂的新车开往全国各地 但是在计算返回的路费时 为了少花钱 他们就有了这个下策 比如我们两个人一起出门的时候 到火车站 先用一个人的神为证买一张票 然后再去那个补票闯口 给那个守护员说把票丢了 然后让他给补票重新交钱 然后紧站的时候就是 没了一张票紧站 放到车以后 我用自己的神为证一张票 做自己的座位 然后拿一个 拿管事部的哪个人 他就上别的地方去了 然后我就找列车张 开那个科运纪录 然后在到目的地之后 拿着我的管事部车票 拿着神为证 拿着科运纪录就可以退票了 这么做 唯一的坏处就是在车上 两个人只有一个座位 但是好处是能省下一大笔钱 据董某交代 这个方法 他也是从别人那里学来的 而单位的许多同事 也用过这样的手段 而且这两天 就有人要以挂尸补的方式 坐火车返回辽城了 这种一人购票 两人乘车的逃票手法 两个人当中 肯定有一人的身份信息 跟票面的信息是不一致的 根据董某所说 警方对车站的出站口 进行了布控 当时警察的身上都佩戴了执法纪录 我们只有在出站口 将两人通时查获 在铁证面前 他无法狡辩 也就在董某到案后的第二天 警察就在车站的出站口 先后发现了有同样行为的四个人 这个字称车票丢失的人是杨某 他的身份证件 跟车票显示的乘车人信息完全吻合 这是他当时的那张车票 日期是2015年的12月12日 是从郑州到辽城的 车票上印有挂尸补的字样 而在画面当中 这个站在杨某身边 体型微胖的中年男子 他不是杨某 但是他的手上 却拿着第二张杨某的票 与此同时 在出站口 另外一名戴帽子的男子 也引起了警方的注意 原因是 他拿出的这张挂尸补车票 跟身份证 居然全都是另一名蔡姓人的身份信息 后来真正的蔡某也露面了 虽然到了派出所 这名戴帽子的男子 仍不承认自己 用蔡某的名字 办了挂尸补 但是蔡某自己 却说了实话 跟你一块这个人是谁 认识认识 自己是吧 对对 大一大大工的 你说你们车一张车 不让两个人走 对 总的就是为了生这钱 法律也是不强 一共逃了几次票 逃了六次吧 四五万块钱吧 都是影子 不多 这里案件 个案看起来 涉案金额都不大 也就是几百元钱 但是极少成多 济南铁路警方统计 2015年底 仅在辽城火车站 就有涉案人员四十多名 涉及车票四千零三十三张 折合票款 二十一万六千五百一十六元 在此 我们济南铁路警方 也震高那些贪图一己私利 别无用心的人 采取卦士部等各类恶意逃票的行为 我们将依照治安管理处罚法 按诈骗定性 同时构成犯罪的 我们要一级刑法 追究其行事责任 君子爱财取之有道 像这样借助一些不正当的手段 去占有别人的钱财 这显然是不对的 好 还记得节目开始 考验您眼力的那个片段了吗 马上我们就要说到他了 这是发生在早庄火车站 售票大丁的事情 我们再来看看细节 因为那个钱没离开我视线 然后我也就没想到后来就发生那样的事 说话的这名女子 就是节目开头那个片段中的售票员小丁 最初她是在2015年5月13日下午2点 交接售票款项的时候 发现金额不对的 正好大幕外边就是现场需要人 然后我就封窗口 结账之后一算钱少了1500 售票窗口实行的是轮班制 按照规定 每名售票员在下班之前 必须要对自己当班期间的账目进行核算 交由当班领导进行核对备案之后 这些钱再交到金库内 在小丁中午12点钟上班之时 接过的账目是没有问题的 而小丁在自己当班的这两个小时内 一直也没有离开过柜台 这期间购买车票的旅客也不多 每笔交易都明确无误的核对过 怎么就会少了钱呢 无奈之下小丁找到当班的领导 拿出了视频监控资料 因为在我校房里面哪个地方都有监控 都是360度没有四角都能看得很清楚 小丁当班是在二号柜台 在这个柜台的正上方是监控看头 坐在下面的人就是小丁 玻璃外面的是来办理购票业务的旅客 通过查看当时的监控录像 小丁一时也没有发现异常的情况 不过看了监控他想起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就是帮这名微图的中年男子换钱 为什么这个男子先说拿零钱换整钱 后来就又改口不换了呢 换件物赶紧点一下 我说你给我来个十块的没有啊 你要十块了 我说真的就给我来个十块了 两个话都十块了 我还真没那么多 没有十块了 没有十块了 您又看了一遍 发现问题了吗 如果还是没看出来 没有关系 拿到这段录像 连小丁也没有看出问题来 小丁只好求助警方 当时车站派出所的警察 也查看了监控录像 也认为该男子的行为有些异常 但是如果他有作案的嫌疑 那么钱又是怎么丢的呢 当时就是说我拿着钱 一直在柜台 在这个柜台上放着 钱没有离开军地 他也没有往暴力装 他当时柜台上非常干净 也没有任何东西 根据这个男子离开售票大厅的时间 警方通过监控视频 也试图查找他的下落 但是找遍整个车站广场 只是截取到了此人 进入售票大厅前 一张较为清晰的正面图像 除此之外 没有其他 一时之间没了这个人的踪迹 不过很快 济南铁路警方对这个案件的侦查就有了进展 因为嫌疑人在300公里外的林仪出现了 这次的地点是在林仪火车站附近的售票网点内 被发现之后 工作人员小张马上就报了警 这是林仪案发室的监控视频 视频显示 该男子先是给了小张80张50元的纸币 小张将换好的百元整钞递给他后 此时又改口说 他要换的是零钱 小张只好把此前的40张百元整钞又拿了回来 整个过程他没有察觉出任何问题 但是也就在这个人离开不到一分钟 再次清点接回到那些钱时 小张发现少了1200元 小张马上追了出去 但是由于火车站附近人流量大 没能发现嫌疑人 由于林仪车站跟前起案件的发生地早庄车站 同属济南铁路公安的下辖范围 警方立即将两起案件中的嫌疑人进行了比对 结果确定为是同一个犯罪嫌疑人 嫌疑人呢 穿着比较比较简单 戴一个黑边眼镜 包围有点窃顶 中等身材 特征也是比较明显 嫌疑人出现的地点都是火车站 窃取的钱又总是铁路的票款 他对车站这么熟悉 究竟是何许人呢 济南铁路警方迅速在自己的辖区 各个站点展开了拉网式的排查 与此同时 警方也在仔细的揣摩犯罪嫌疑人的性格 及行为方式上的特点 按照此类犯罪的规律来看 只要嫌疑人认为自己没有被发现 再次作案的可能性极大 而下手的地点又往往是他熟悉的地方 针对这一情况 铁路警方把截取到的嫌疑人清晰的图像 发给了辖区内所有的售票窗口 果不其然 也就在第二期早庄案件发生半个月后 5月26日 这名男子又再次出现在了林一北火车站 这是当时的监控录像 这次他上身穿一件白色的T恤 斜跨着一个黑包 还是采用相同的手法 拿出了70张50元的纸币 去找售票员换百元整钞 也正是因为此前警方的提醒 所以此人再次提出要换零钱的时候 售票员立即警觉了起来 在售票员报警之后 警察马上追了出来 嫌疑人是往车站广场的西南角方向逃窜的 警察沿着他逃跑的方向进行追击 但最终并未追上 当他逃离的时候 今天就进了这个树林 当时里还有卖地 而且相当地有进白鲁茶 那个地方就是他们都没有监控 没有这种条件 嫌疑人频频现身 必定能留下线索 但如果只有影像 又怎能锁定他的身份呢 最后的谜底 既然这次嫌疑人再次侥幸逃脱 不过他出现在林一北站 这对案件的破获是个利好的条件 因为林一北站监控系统比较完善 从这里面可以看到 嫌疑人来跟走 都是从公交车站那里开始的 大约在14年 14年左右 广场西南角的方向 在这站 有辆公交车过来的那个点 从那个公交车停了以后 有一帮旅客 然后北站 过来 基本上有一个人看得非常像 单肩包 鞋跨着 个子不是很高 都有点半兔地 到了后面是确实是他 在这个目的 就想通过这个视频追踪 查找这个人的落脚点 查找真实身份 现在知道这个人长什么样 知道他是 就是我见了我都认识他 但我不知道他叫什么 林一北站不在市里的繁华区域 位置相对偏僻 当时这里停靠的公交车 只有K30路 根据嫌疑人出现的时间段 警察找到了当时当班的司机 找到了公交车上的监控视频 大量排查之后 这个人被找到了 他上车的地点 是在林一市河东区人民医院 虽然说上车的这名男子 没有戴眼镜 但是他的体貌特征和着装 跟犯罪嫌疑人完全一样 此人到达林一北站下车的时间 是当天下午的14点40分 这也和案发的时间完全吻合 当时警方还找来了 最有实战经验的警员 来变身识人 他们都认定 嫌疑人的口音是外省人士 外地人在林一出现 最有可能的落脚处就是旅店 谢谢啊 不是 我说婚里来的 婚里没留 嗯 我说我说婚里来的 吃饭都没有 没准算 没准算 谢谢啊 没准算 谢谢你啊 谢谢你啊 谢谢了 好像是有点 有点地方的 最后一个字是L话 人家反复都听了好几段了 有点能打得能确定 人家是湖南四场一带 当时警察根据嫌疑人的口音 划定的区域 几乎把林一所有的宾馆 在案发前后 三个月的所有相关登记 都找来进行了仔细的比对 排查工作进行到了第五天 警察的目光最终落在了这个叫郑国忠的人身上 郑国忠1969年出生 四川曲县人 曾经在2003年 2008年分别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过有期徒刑 警方还将郑某的户籍照片打印出来 让报案人逐一进行辨认 结果也确认无误 嫌疑人终于现行 警方的努力没有白费 最后的媒体是 这郑某是如何能在对方的眼皮底下 把现金悄悄的窃取了 最后的媒体 今日说法正在播出 根据这个郑国忠的户籍所在地 侦察员马上赶往了四川曲县 通过走访调查得知 郑国忠已经去了成都 你怎么知道他在上成都去了 他是我们一个村人的 有时候他那个回来 我们聊天 他收集一个事情 他在成都现在这块 他一个机器在成都 他在成都打工应该是 2015年10月27日早上9点多 在成都郊区一个家属院内 这个郑国忠出现了 来这这 是不是他 有点小啊 对对是他 是他 是他 随后郑国忠被押解回济南 郑国忠到案后 在大量的人证物证面前并未抵赖 他交代了犯罪过程 郑毛面有得色 他言下之意 就是自己有这种切钱的手段 竟也是一种靠手艺吃饭的人 我发现你看你属性的表情都不一样 叫我给你换可以 但是我叫我去偷偷就拿我不干 你觉得这是什么 我今天应该是骗 骗取 骗取别人的权 我们都是随着去换 反正就是捞一空就骗取一点 王教授 犯罪嫌疑人呢 说他自己这个行为呢 是骗 不是盗窃 那么骗和盗窃 他说了不算 您帮我们分析一下 他应该是什么样的行为 我们要看盗窃罪和诈骗罪 那么这两个罪到底是怎么回事 所谓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 盗窃公司财物数额较大 而相反的来说呢 什么叫诈骗罪呢 虚构事实 隐瞒事实真相 骗取公司财物数额较大的行为 那么他前面可能有一些 比如打着诈骗的幌子呀 就是我要换一些钱 这其实有点诈骗的一种行为 对 所以你看他在这个整个换的这个过程中 那么他实际上呢 是最里边核心 就是趁人不备 把这个钱再换的过程中 把这个钱给你的过程中 对 把他自己要切出来 或卷出了那笔钱拿走 实际上这个动作 是这个犯罪行为的一个核心动作 而这个核心动作是盗窃的 所以呢 公安机关在并罪量刑啊 在这各个方面的时候 要综合考虑案件的具体情况 通过这起案件呢 王教授 能不能给大家提个醒啊 怎么样能提高警惕 防止别人把钱从我这儿 秘密的给偷走了 我们就给大家支一个小招 叫钱过手必点 当面银子对面钱 亲兄弟名算账 我再点一遍 只要我要离开这个的时候 我都要把钱再点一遍 这是钱过手必点 那么这里边呢 既防止这一类犯罪 也防止了有时候我们点的不清楚 交接不清楚 产生很多误会 对 不论是打着挂师捕的旗号 占国家的便宜也好 还是用自己手中的小伎俩 窃取国家的钱财也罢 这都是违法犯罪行为 铁路公安 对这样的违法犯罪行为 从未放松过打击 但是新的违法犯罪的形式 总是一再的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所以警惕之心 不可恶 好 感谢您收看今天的今日说法 也感谢王大伟教授参与我们的讨论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综合频道 接下来为您播出的其他内容 再见